你說回診 氣色當然是好的 對啊 就你外表看不出來 我有怎麼樣 一忍成禮酒穿著 輕便戴上漁夫帽 氣色看起來不錯 22號晚上 他開直播跟粉絲聊近況 透露在新冠肺炎康復之後 自己仍然留有後遺症 我是很想運動啊 但我現在稍微運動就會穿 晚上會睡到一半 突然驚奇 呼吸不過 去亞中醫院檢查的時候 都沒有事情 應該就是恐慌症 面對肺炎帶來的後遺症 許多人就怕影響生活 或工作上有重要的事情 造成緊張不安 身心壓力 出現恐慌症的情形 做藝人嘛 他本身可能有很多的行程 之前沒有辦法進行 現在他得要趕行程 或者本來很多 答應別人要寫歌 寫稿 創作 他都激在那邊 現在要趕工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 很可能他大病出獄 然後又要感動感息的 那壓力太大 就可能會造成容易恐慌 醫師建議想要緩解恐慌症 需要把清潔打開 調節自律神經 建議每天做複式呼吸 有助於減緩焦慮或恐慌感 以複式呼吸 從鼻子慢慢吸氣 嘴巴慢慢吐氣 放鬆做 慢慢做 早上 中午 晚上睡覺前 多二十次 一天自首 六八十次 調整自己的生活做起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可以減少復發的機會 陳寗舟也很任命表示 就是一步一步來 慢慢把身體給養好 要粉絲們不要太過擔心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